HELLO 我是沛莉 今天要來分享我的本月愛用好部分 首先呢就是大家一定都會問的隱形眼鏡問題囉 我今天戴的是這個金碩日袍 然後呢它的顏色叫做日系花屋 我覺得它比起一般的棕色以及眼鏡 更偏向橘色一點點 就整個呢看起來會更溫暖更甜美 然後就算你一樣是畫咖啡色的眼妝 可是只要戴上它看起來好像就不太一樣了 所以我推薦大家可以試試看 另外呢我最近很喜歡海昌月拋的甜心精跟甜心粉紅 它的隱形眼鏡鏡片看起來就像是一朵花一樣 可是它的金色呢就是會閃耀著光芒喔 然後它的甜心粉紅戴起來一點都不會覺得很奇怪 好無違和感 然後看起來就會讓你的眼睛整個有一點點粉色的甜美感 戴起來超漂亮的 所以我最近還蠻喜歡這兩款的 這三款隱形眼鏡的放大直徑效果都是14.2mm 欸喜歡呢可以自己去看看喔 接下來呢像最近換季天氣常常忽冷忽熱的 很多人都覺得皮膚好難保養喔 然後呢就會很容易脫皮啊或者是乾癢 我建議大家一定要多敷面膜加強保濕 然後我自己呢就是建議大家可以用懶人保養必推的晚安豆膜 因為你只要在平常保養的最後一道程序敷上它 你就可以去睡覺了耶 隔天早上起床洗掉之後呢 然後你的肌膚就會整個像敷了一整晚的面膜 保水度變得非常的好 就不用說像是一般在敷精華液面膜紙面膜一樣 你還要去想說敷個15分鐘然後拿下來再洗掉 然後再上保養品就比較麻煩一點 所以懶人保養必推晚安豆腐 然後我用的是這一罐潘提亞的晚安豆腐 我先看它的外包裝好了 它的外包裝就是 女生看了就會尖叫 然後它上面呢就是有一個他們家的女神logo 我覺得還蠻美的 打開來之後呢就可以聞到它有一種淡淡的清香味 他們的官網說是海洋香味 可以讓人家紓壓讓你變得更好睡 為什麼要特別推薦它呢 它跟一般的晚安豆腐有什麼不一樣呢 當然如果保養品要看成分 這個裡面呢它有一個很聰明的保濕潤澤因子 叫做Lipidule 它可以根據我們所處的環境 去改變我們肌膚的保水程度 然後呢像Lipidule它的保水度 是一般潑尿酸的兩倍喔 所以它的保水度非常的好 它的質地呢可以做到很清爽 然後一點都不黏膩 塗在肌膚上呢不會覺得很厚重 然後肌膚就還是像是會呼吸一樣 看起來就像是一個薄薄的鎖水膜 可是呢它就可以讓我們的肌膚 就是有水達到平衡的狀態 我覺得是一個很聰明的一個晚安凍膜 像我這一罐都快用完了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晚上睡覺敷完之後 早上起床洗個臉 然後再稍微上一點化妝水乳液 你的妝比之前就是沒有用它的時候 整個妝效更服貼更持久 就等於說它定用晚上的時候 就直接就幫我做飽水鎖水的動作 我覺得非常的好用 大家可以試試看 好啦以上呢就是這個 懶人保養必推的晚安凍膜介紹 這麼一大瓶只要399元 有沒有超新動 趕快去買來試試看吧 如果說你更懶的話呢 推薦大家可以買一整組都 LIBITIVE保濕成分的保養品 然後呢這個是胺基酸的洗面慕斯 它的泡泡呢一整個很綿密 大家都知道洗完臉 不能讓臉覺得有緊繃的感覺 然後這裡面呢就是也有添加玻尿酸 它洗完臉不會讓你覺得很緊繃 而且呢很溫和 泡泡很綿密 所以在洗的時候呢 直接就不會讓你的手 就是接觸到皮膚然後搓揉 拉成出皺紋 然後甚至你平常要搭配洗臉肌的話 也建議大家可以直接用這一種 就是洗眼 洗眼慕斯 然後直接擠出來 然後洗臉肌就可以搭配洗臉了 真的非常好用又便宜 然後另外的話呢還有這個 他們家的美白精華 我推薦是一定要試試看的 因為一般的美白精華呢 都只會讓肌膚變得更乾燥 美白就會變得比較乾嘛 可是它裡面有LIBITIVE的保濕成分 所以它是少數美白精華 同時又深層保濕 厲害對不對 而且呢它裡面還有添加就是保濕萃取 可以讓皮膚變得更細緻喔 好 這個質地呢 真的一整個是超清爽不黏膩的 肌膚很快就會吸收了 而且呢我覺得它非常的溫和 它更厲害的是 它連眼周都可以使用喔 如果像是一般的美白精華 一定會叫你避開眼周 可是眼周就沒有美白效果了 這個同時就是可以讓眼周都使用 所以呢 用它就不用再去用一個眼部的精華了 像我們的顴骨這邊 其實是最常被太陽曬到長雀斑 需要美白 然後呢 它整個很溫和都可以使用 就是一個懶人保養必備 然後其實他們的價格都非常的親民 平常呢就可以使用完洗臉 然後精華液 然後再搭配一個晚安凍膜 就可以囉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懶人保濕的保養方法 接下來就是大家都知道 我很喜歡用小蜜蹄的護唇膏 因為呢像這種軟管的方式 可以讓我們自由的去控制用量 我今天想要擠多一點點厚一點點的都可以 然後像是我喜歡把它用在唇彩之後 就等於拿它來做一個就是唇蜜亮亮的感覺 我就厚厚的塗一層 稍微滋潤一下 然後呢就直接用它來取代掉我塗唇蜜的動作囉 今天要跟你們講的好消息是 Maker雜誌 買雜誌 就送小蜜蜜耶 買雜誌送小蜜蜜 而且呢它送的是草莓口味的 直接就是有SPF食物的防曬係數 它送的贈品是129元 可是這本雜誌的價值是109元 贈品比雜誌還要貴耶 是不是一定要買啊 重點是為了贈品而買雜誌 好跟你們分享一下這個草莓口味的 很多人都會覺得小蜜蹄的味道不是這麼好聞 可是草莓口味的小蜜蹄就是香香的草莓味 你們可以去試試看喔 另外呢像是很多人嘴唇特別容易乾裂的話 建議可以選擇用用看澳洲的木瓜霜 因為它不只是嘴唇乾裂可以用 它連蚊蟲咬傷、輕微燙傷都可以用 只要皮膚有紅紅癢癢的 都可以直接擦它 像現在小桃的尿布疹、紅屁屁 我都會擦它 很快就消掉了 超好用的 同時呢還有這個 禮膚飽水的B5 這也是我包包必備的藥 應該說它真的也是什麼都能擦 它一樣就是蚊蟲咬傷啊 乾裂啊 然後嘴唇乾啊 然後手腳乾啊 都可以用它 上次我朋友皮膚過敏 整個臉都紅紅種種的 我也直接拿它 直接塗完之後 馬上就退了 可以化妝 很誇張 我覺得每個女生包包裡都要有這個 那屁屁膏也可以擦 就是我平常都是小朋友尿布疹 也會擦它 推薦大家 必備 接下來要介紹我最近覺得超好用的化妝棉 它是在日本藥妝店買的 然後呢 一片就可以撕成五片了 平常保養的時候呢 我們只要撕一片就好了 可是如果說你想要拿化妝水來濕敷的話 只要倒滿這一片 它就可以撕成薄薄的五片 然後讓你敷在全臉 很多人都有睫毛夾不翹的困擾 我覺得化妝一定要有翹翹的睫毛才漂亮呀 所以呢 我要擦播 我最愛的新翹立睫毛膏 然後 我這次一共買了十組 就是因為怕你會複到貨 今天呢就順便給你們看一下它的包裝 不要買錯 一定要買這一款 這一款它比較乾 會讓你的睫毛可以捲翹一整天 它是纖長的 看一下包裝 記起來喔 好 如果說呢 你圖心翹立還是沒有辦法翹的話呢 推薦大家可以去找一個電熱睫毛器 然後呢 這個是王盈翹老師的 這一組我已經用了十年了 看得出歲月的痕跡 可是呢 我現在買新的了 比較一下看看 新的你整個顏色更粉嫩 超可愛的 重點是 因為 我常常就是會刷完睫毛膏才用它 然後它上面就沾了很多睫毛 就比較沒有這麼熱了 可是新買來的 超燙的 可是使用上也要更加的小心 如果說你睫毛一直都夾不翹 然後或者是天氣太濕熱的話呢 你可以試試看電熱睫毛器 然後 插電的好處呢 就是它受熱 比一般裝電池的還要快 然後溫度還要高 當然使用上真的要特別小心一點點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最近超夯的 資深堂的一款腮紅顏色 是PK107 它果紅的程度呢 大概是台北的專櫃都缺貨 買不到 連花喉都說買不到 然後呢 給你們看一下它的顏色 怎麼不是想像中的粉紅色 它看起來像是一般的膚色而已 然後 可是呢 它塗起來之後 一整個會散發一點點藍色的光芒 可以讓你的毛孔變得很細緻 看起來皮膚會變得很好 這又是它神奇的地方 所以大家都在找這一顆 PK107 平常呢 就可以把它刷在眼下的三角區域 然後或者是當腮紅 可是我覺得它的粉真的很細膩 甚至你想要拿它來取代你一般的蜜粉 也是OK的喔 好啦 就是推薦給大家 你們可以去找找看 不太好買 可是買到你會覺得非常有成就感 最近呢 也幫我家內褲補貨了 所以呢 順便介紹一下 好可愛的內褲們 這時候呢 穿了這種 中腰蕾絲內褲之後 你都不會再買一層套的內衣了 因為一套的內衣 內褲通常都不太好穿 穿了這個內褲之後 每天都只想穿這個內褲 它真的很舒服很軟 然後呢 不會讓你的屁股變四個屁股 不會壓出屁股痕 然後腰間也不會有肥肉跑出來 全新的我才好意思分享 就是它的這個蕾絲彈性很好 然後呢 它的蕾絲不會紮手 更重要的是 我們在挑選內褲的時候 一定要找 就是這邊沒有任何車縫線 不會讓你卡住內側 或者是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 它就是很舒服 你們可以試試看 中腰的蕾絲款喔 它會有特價的時候 你們可以在特價的時候買就好了 最後介紹一個超厲害的整髮器 它是自動捲髮棒 它叫做魔髮杖 簡單來說呢 它這樣子就是一般可以捲髮的功能 然後 它的中間直接就有平板夾 所以你頭髮想要夾紙也沒問題 然後 它 它叫你夾好頭髮之後呢 按左或者是按右 它就會左旋轉或者是右旋轉 就可以自動幫你捲頭髮了 所以呢 就算你今天不會捲頭髮手餐 也可以捲出漂亮的捲髮 很厲害對不對 而且呢其實更重要的是 像我之前買了很多整髮器 可是我都忽略了一個很大的關鍵 叫做電壓 如果你今天想要帶整髮器出國的話 一定要問有沒有國際電壓 我之前都沒有問 所以我之前買了很多整髮器 都是帶出國之後不能用的 所以就要買新的了 然後這一次就有國際電壓 沒有買錯了 然後一支呢就有直髮捲髮 然後還會自動幫你捲頭髮 所以出國帶這一支就可以囉 這是我最近的愛用品分享 超好用的 好啦以上呢就是我最近的愛用品分享 有任何的問題呢 或者是在哪裡買 都可以看影片資訊的地方喔 喜歡我的影片 想要給我一點鼓勵的話呢 也歡迎按個讚 我就會很高興 然後想要知道最新的影片呢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就可以接收到我最新的分享 好就這樣囉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